我们如何修行才能让自己能够尽快的清见师父的法神呢 这倒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清见师父的法神有好几种 一种是前世的 或者不单是前世 或者过去生中大家缘分很深 有的是天上师父的学生也有 过去呢人间的缘分也有 还有过去跟着师父出家的人也有 因为过去师父出过好几世的家嘛 然后呢或者是曾经在某一个国家有这种缘分 这种都是缘分 那么怎么样从现在开始跟着师父学了之后想要呢 第一根基自己要好 就是说自己根基要纯洁 就是说你现在跟师父学你不能动换脑筋啊 对不对啊 你至少现在要纯洁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你自己要把师父的白话佛法 还把师父的那个一些听的东西啊 你要听进去 你看看有很多人啊 师父笑他也笑 哎呀跟着师父听着录音开心的来 左听右听他晚上就做梦看见师父了 有什么问题他一问师父晚上法生就来了 为什么他已经把师父的 人家说英龙笑貌了 就是说他已经把师父的那种 我们说这种气场全部拿到他心里去了 那这个时候 对啊 就是说他把一种好的东西 就像我磕头的时候 我看着观世音菩萨 我把观世音菩萨像 这个全部静在自己的心中 所以我只要我只要一静下来 我一想菩萨菩萨形象在我眼前清清楚楚 就这么简单 所以当你一个人 你如果你跟你如果师父在广播里 哎呀也笑也开心啊 你跟着师父一起 心跟着师父一起开心啊 一起发喜啊 那也跟着师父一起 有时候觉得很着急啊 那你完全跟师父的气场融合了 所以你晚上要求 要要说我想有些什么指点啊 那说不定师父法身很快就到了 所以主要还是气和 气和很重要 哦师父 那师父你看 师父常说 师父的法身比肉身更准更厉害 是不是师父的肉身在人间 所以会受到人间的业力和因果的牵连 但是师父的法身在六道之外 所以法力无边 救度无碍 是这样吗师父 完全正确 非常正确 因为法身的话 他不受到人间业力的所害的 明白吗 因为法身代表着你自己 至高无上的过去所修的一种能量 佛力 法力 明白了吗 但是他肉身呢 你还受到很多的人间的一些情感呢 人间的一些啊 那种各种各样五一六成的一些小小的 哪怕虽然你入污泥而不然 但是你看到了这些污泥 看到了你这种不好的东西 你也叫懒着呀 那对不对啊 对对对 你比方说 你比方说你过去的法身你是很厉害的 你当然在天上你可能不可能接触那些肉啊 杀生啊 但是你在人间你看见人家在吃肉 你看见人家在这什么东西 你不是眼睛看见 你不是脏了吗 你眼睛是不是脏了 嗯 对不对啊 有时候对身边的一些弟子 哎呀 那个那个一看他们哎呀蛮可怜的啊 明明应该按照正常因果 他们应该受报了 但是我看他们很可怜 想救他们 那也是动因果了 对不对啊 对对对 他不修 很多亲人呢 他不修 你拿他没办法 但是你又想救他 你就叫动因果 是怎么办 不行的 没办法的 很多事情 明白 您1月9日图腾节目里 师父 您这样说 您的法身以后 至少会救一个同修三次 请问师父 这也是命中固定的吗 我们如何努力让师父的法身 多救我们几次 这个问题 就是能够接到气场啊 嗯 接到气场嘛 很多方法啦 你比方说打电话 对不对啊 听师父的录音 听师父的法会嘛 直接接气场 全部都是接气场 你跟师父接触的越多 看白话佛法啦 听录音啦 你这个就是跟师父 心和心相应啊 然后这种心相应的话 你就能接到师父的气场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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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师父 但是您是这样说 您的法身以后 至少会救一个同修三次 这三次就是您 您的心 就是说您 慈悲众生的心 我至少救他三次 无论这个同修 怎么样 你就会救他三次 是这样吗 对啊 你要今天拜师了嘛 救了更多了 其实讲老实话 他只要 人证 他的过去的业 师父都会来求 你去看好了 很多人说多梦 做到师父的 其实他都是因为 现在不造新业 只是他过去的业 师父来帮他 想 是这样的 如果你新业的话 我绝对不会去的 现在还在骂人 现在还在今天做坏事 还在练才 还在不听话 你说我法身怎么会去啊 他做不到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了